由2015年3月15日至今 一華牧師分享的一系列信息 包括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 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地上百里行之星星圖 923的共同信息 水瓶星迷之石岸劍的誕生 以及剛剛完結的Pi-Day信息中 我們發現世上有大量線索和證據 指向一個將會在末日子出現的辛苦 以賴是為例 世上不同的拉線數字中 只有一個拉線數字在歷史上有著雙重意義 就是指向成安教會的4794英里 因為2010年中 當新版本的Google Earth拉線數值大幅改動之後 新的拉線數值卻出現另一個更有意義的解釋 除此之外 其他例子亦多不勝數 就如埃及金字塔和美國一元紙幣上的金字塔 都是指出2012榮耀拍望信息的分享年份 而馬雅連累的九層金字塔 即使出辛苦最終超頻至可以與神同報 一天都沒有偏差地跟隨神的時間表 但是西上唯有聖安教會 擁有一天都沒有偏差的共同信息印證 至於美國三藩市和法國巴黎的城市規劃 即指向香港 以及香港三個海旋門和三號幹線指向的辛苦住處 同時香港兩個代表牛腿七姊妹升的九龍公園和元朗公園 亦是指向石安教會曾使用過的場地 以及入魂牧師和石安教會大兄姊妹的住處 此外更有眾多隱藏數字923的電影和電視劇 指出代表美貌與智慧並眾 香港最早期舉辦香港小姐競選的出處 不過英皇道923號的禮止夜總會 這裏也是成龍電影奇蹟的主要場景 講及玫瑰夫人身上的奇蹟 有例如美國華盛頓的《方尖碑》 《金字塔形街道》當中的立方體 全都是指向啟示錄所講的辛苦 以及新耶路撒冷 加上 世上所有牛腿七姊妹星星圖建築 甚至火星的七姊妹星營建築 都是指向法力行之星所代表的辛苦 然而這些指向辛苦城安教會的建築物 與世上其他紀念性建築物有什麼不同呢? 它的差別 就是在於世上其他紀念性建築物 都是為了紀念過去發生的大事 例如香港中環的和平紀念碑 是紀念二次大戰中保衛香港而戰死的士兵 香港歷史博物館是紀念香港過去的人與士 香港西區海底隧道出入口附近 即是九龍公園所形成三個太陽之一的中山紀念公園 是紀念百多年前的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 九龍城和土瓜華附近的宋皇台公園 即是紀念南宋末年 宋帝秉圖蘭到九龍的歷史 但相反 所有指向十安教會就是末後辛苦的建築 例如 各個七姐妹星星圖的建築 並非指向或紀念過去所發生的事 而是指著將來未發生的事 預言辛苦將會在香港出現的事件 所以 這些共同信息全都是將來的預言 這些指向將來預言的建築 但以埃及金字塔為例 其數值上的奇異程度和龐大升 已經遠遠超越世上其他為紀念人類過去事跡的紀念性建築總和 因為 單單基薩大金字塔 已經是由230多萬塊各重1.5至2.5噸的石塊砌成 以人類今天擁有的科技 都未能解釋金字塔是如何堅成 同樣 以人類今天最先進的科技 都未有把握建成的金字塔 卻是指向2012訊息的分享年份 甚至火星上 龐大得令人驚嘆的城市廢墟 同樣是以七姐妹星團的建築 指向辛苦的建築 可見 世上以最偉大建築物紀念的事件 並非任何一件已經發生的事 相反 卻是一個未發生的預言 就是辛苦的出現 因為辛苦的出現 就是神創造歷史的唯一目的 也是為歷史畫上一個句號 指向歷史的終結 所以 為什麼世上眾多研究埃及金字塔的專家 都以為金字塔與世界末日有關 甚至是指出世界末日的時間 他們卻不知道 金字塔是一個時間表 指向辛苦出現的時間 而辛苦的出現 就是為世界畫上句號 這些專家 都只是活在世上的人類 誤以為金字塔是指出末日的時間 但在阿利夫塔的神體裡 人類歷史的存在 目的就是塑造辛苦 當辛苦出現之後 世界就可以結束了 因為世界只是一個註母 辛苦才是成品